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青春期的隱私和自主 究竟是要先長大 才能擁有隱私和自主 還是有隱私自主才能長大呢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向你開非常收看這禮拜的 生日式CAMP 沒有考慮,任務都按台方 因為小式CAMP做在上面 特別當中四、五、六年級的時候 你會做成相當過重力 因為台家有自己的坦人 最小的 青春期 小開始做七家 七家結成七家的限範 台下看幾條 重現一種叛逆 苗外阿翁樂 請我來看這禮拜的 無關 叛逆期 寶吾 不敢來到青春期了 青春期的小偶 接著回到二位 姑嫂啊 台人就要說 他人做叛逆期 他人做叛逆期 不做叛逆嗎 根本一 節目調查了三星期的小偶 熟悉的旗家長 神聖的恩利 有耶 算了你做叛逆 本青春期間不對 會按摩耐火 有安全喔 每天 媽媽都要看我和朋友的Line 讓我很不舒服 每天都要刪掉訊息 像黑 我由中醫經營 阿妹最愛看 我老子 你再說也說 那說 沒歪本期看 手忙給失家 我會知道 我的手機 好像不是我自己的 我爸不准我官房門 有上司 您正都輸給四姐 他會突然跑進來 把我的思路打斷 他進來時 不會硬碰硬碰 兄弟也在做也該 感覺好像在懷疑我 拖完手機什麼的 讓我很不好受 寶吾 你不想 還沒做也要出 情字太長的戲 不會知道 生人的感到有運時嗎 也會從他人說的 台裡 仗國人說運時 請看 近本營的節目 上次贏給大家看喔 不曉得看了剛才的動畫 有多少小歐是心有欺欺焉的 來 提醒大家一下 今天所有的題目 都是用你手上的這個 手機投票回答 請看 提醒大家一下 來 麻煩現場二十位小歐 請作答 是不能關門呢 不能鎖門呢 還是 他會看你的手機 或是你的書包 好來 我們請看 投票的結果 喔 最大比例的是 有一半的小歐 會被 插手機 然後 不准關門這件事情好像 其實佔的比例算很低的 只有三個小歐 那翻看書包的也不多 因為跟掌握臉書的一樣 是 各自有五個小歐投票 那 下部的題目 台下輸的回答 希望大家看 天啊 天啊這麼低 請問 那種運時 那是 親生的前期的呢 天啊 嚴峰 天啊 素雞 天啊 天啊 素薄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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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先請教 各位小歐 隱私權是什麼 對你而言 就是我覺得隱私權是 自己的東西 那別人不能 就是 自己的東西 自己 自己才能觀看的 或者是自己才能管理的 那別人不能去 呃 除非經過你同意 不然別人不能去了解 或者是去 看那樣子 但如果父母是你最親近的人 父母也是 他也是要經過同意 他也是要經過同意 來 你最想要的隱私 會是哪一個 請做答 這一題是 單選題喔 最想要爭取的 請公佈 投票結果 最多人想要爭取的是 手機的隱私 告訴我誰可以分享 為什麼你最想爭取的是 手機的隱私 就是 呃 希望爸媽就是 不要去 常常去 看看我的手機 就是 就是因為 不能隨性所欲的 在手機上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 你想要去存個圖片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去哪個網站 看個東西之類的 但是如果爸媽拿去看的話 他可能會問我說 為什麼要去這樣 為什麼要去那樣 就覺得 就覺得說 為什麼就是 很多東西都要一直問我 一直問我 就覺得很煩 我們看到第二高票 房間 請問是誰投房間的 我是希望 我可以有一個自己的房間 然後可以自己打理自己的 東西那樣子 也希望他不要 也希望他們不要一直進來 就對了啦 所以不是重點是那個空間的問題 你也希望父母不要進去 為什麼不希望父母進去 就是感覺 也是沒什麼隱私啊 如果先敲門呢 先敲門 是可以啊 但不能自由進去 我覺得自由進來 我覺得不禮貌 我想要講房間 我每次在唸書的時候 然後我爸就會走過來 他會故意把腳步放得很輕 對對對 就是這樣 然後就突然打開 你幹嘛 我在寫字喔 我在寫字啊 他就說真的嗎 他會懷疑超久的 你就給他看你寫的字喔 不是嗎 他就說你確定 那不是你很早見寫嗎 他已經有 都這樣 疑心病超重的 那你有跟爸爸 對不起 跟將軍溝通過這件事情嗎 沒有 為什麼不講 他會不會根本不知道 你覺得這件事情很困擾 我講一句實話 各位聽一下 就很多大人是很不自知的 然後你很清楚的跟他講 爸 我針對的是你這樣的行為 不是針對你今天 不是針對你這個人 你還是要事實的溝通 表達讓他們知道 究竟父母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們的小兒子到街上去街訪 就是在街上的父母們 我們聽聽父母們的回憶 現在小記者位於台北地下街 今天我們來採訪 四到九人級孩子的父母 問問他們平常如何 關心自己的孩子 這四個哪一個你會比較擔心 臉書跟手機 用臉書去看他跟朋友的交往狀況 比如手機的部分我會先問他說 你願意讓我看嗎 基本上我都會是透過書包 然後去了解小朋友有帶了一些什麼樣的物品 就是讓他自己把書包打開來 然後告訴我他帶了什麼 或是帶了什麼回來這樣子 他曾經有同學來 然後同學會亂上網 就是會亂瀏覽一些色情網站 然後回去之後就會看 可能跟朋友臉書這樣密來密去吧 還是說要出門不跟我講吧 可能這些行為可能會讓我比較受不了吧 就是行為比較有異常的時候 譬如說比較晚回家 或是成績有比較明顯的下降的時候 現在小孩子接收的資訊太多了 社會上所出現的一些層出不窮的問題 家長會怕 所以臉書跟手機是必須要看的 寶吾因為生理 也要想要提小孩子的自己的面膜 不過小孩子感到做的接觸 也要訪問到一個小孩子 她的說法和身邊的阿妹說的 一向有條的無窮樣喔 寶吾 就是你問女兒可不可以看手機的時候 她通常都會答應你還是拒絕 她如果自己犯錯的時候 她就會讓我看啊 就是其實會不開心 可是還是會給她看 那你有沒有曾經因為媽媽查看你的手機 你偷偷去刪掉一些紀錄 或是甚至把一些交友都去封鎖或什麼的 就是先弄掉 然後她看的時候就不會看到 來 誰可以回應一下這些爸媽的說法 你們認不認同 我覺得 要每一個事情都管到那麼細 這樣你反而如果有些小孩就會覺得說 那就是 沒辦法自己獨立 沒辦法自己處理所有事情 如果你一直查看她的隱私 她反而會覺得不舒服 就是我很可以了解那種 父母就是會擔心自己小孩什麼 就是瀏覽不該瀏覽的網站啊 然後交不好的朋友啊 但是你不能把小孩的意見 就是你不能不看見小孩的意見 就是如果她今天不想讓你看的話 你不能就是硬要看 主要還是說你要經過小孩的同意 來麥克風給秀秀 因為小孩子通常來說 並不能拒絕大人 嗯哼 就是可能就是大人會 會問說 問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看你的手機 然後呢 可是如果我拒絕的話 他們會說 你為什麼要拒絕我 然後我 是不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 對 怕我知道的 一樣在隱私這塊 可能我就問她說 為什麼你可以看我的手機之類的 然後她就說 因為我有你的監護權 你現在還沒有隱私權 因為你還是小孩 然後就會用這句話把我就是 塞過去 然後 我也不能跟她講什麼 因為她就真的有監護權 有誰還有聽過父母講這句話的 我有你的監護權 請舉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來 冰淇琳 就她看我手機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我有隱私權 然後她就說 你現在還沒有成年 我沒有監護權 爸媽是監護人 就一定能看孩子的手機嗎 今天我們訪問親子專家 淑美阿姨的建議 淑美阿姨我想請問你 就是說 我們的手機訊息 該不該給爸媽看 就是有一個小 然後她是女生 她喜歡一個男生 然後媽媽就是說 要看她的訊息 原則上我想那個 手機是誰的 其實不管大人或小孩 她都沒有義務跟責任 把她的手機給 任何一個人看她的訊息 因為那裡面有 她的隱私 也有她朋友的隱私 她不能只是 因為我想要知道 或者是說我在想 你有沒有用功啊 你有沒有去交女朋友 如果是這些擔心 我是覺得 你監護權的 那個要說我要知道 是有點太超過 監護人是要 以保護這個孩子的利益 為前提 她才可以行使她的監護權 但是畢竟是媽媽 如果你只跟她主張說 這是我的隱私權 你不可以看到 媽媽可能會有一種覺得 兩個部分 一個是覺得 你是不是有什麼不能讓我知道 她會擔心 她會更想看 第二個 她覺得她被小孩擋在外面了 小的時候 你什麼都跟我講 你現在突然不讓我看 好像我變得比較不重要 她情感上會被打擊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跟她講說 媽媽這個手 我長大這手機裡面 事實上有我跟朋友的隱私 我覺得我沒辦法這樣給你看 你有沒有什麼擔心的 或是你想講的 但是我願意跟你溝通 但有時候 畢竟我在長大 有些事情我現在也不好講 能不能讓我保有我自己的隱私 可是 我不會做讓你擔心的事情 99年 加入 eggs 你還要好好教育 你還要凖心的 背景 喜悠師 跳意 誰 你看 日本 Lean 今天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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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 我們 手機內 天衣 錢 錢我用的是我自己結聽 第三 時間 我一個時間 我一個音牌 六 三 八 最想爭取的是時間 我覺得不能自己控制時間是 會讓就是 因為家長都管你們說 你什麼時候要幹嘛 你什麼時候要幹嘛 你什麼時候休息 你什麼時候要睡覺 那會讓我感覺我自己 不能控管時間 因為我在這方面就是一個 廢材廢物那樣 就是 我知道這樣講很極端 可是我真的覺得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自己 對那方面不好 那感覺 可能就是心情 可能會比較消沈什麼之類的 我 我不太喜歡這樣感覺 我投的是金錢 就是 就是可能我用我自己的零用錢去 買一些東西 然後帶回家之後 然後可能 可能 就是爸爸比較多 爸爸會說 就說 說為什麼要買這個東西 然後呢 你買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把那個東西 本來比如說 這東西需要 五十塊之類的 然後他就會把它 扁到聖靈 甚至負值 就把它變成像垃圾一樣的東西 然後呢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證明就是我特地買回來 我喜歡就好 為什麼一定要把它 講成這樣 然後就 心裡就覺得很難過啊 因為你覺得好的東西 他 並不覺得好 對 他不重視你的選擇的結果 對 有時候想要 就是跟同學出去 然後父母親就會反對 比方說哪些地方 他們會反對 還是跟同學出去 所有的地方 他們都反對 有一次 就是想要去西門町 然後他就說不行 因為那邊人很多 他怕有壞的 就是 為什麼每個人都說 為我著想 你們從哪裡感覺到 父母是為你著想 才阻止你做一些 你想做的事情 因為如果發生 就來不及啊 發生什麼 就是比如說 被 綁架 之類的 幹嘛 很多在你們這個年紀的人 他們在台北的話 排名的陳潔明 裡面一定會有個地方 叫西門町 我們的特派記者 也到了西門町 去接訪那些年輕人 然後問他們什麼時候 第一次去西門町 我們一起來聽一下 這段訪問 小記者現在位於西門町 我們來採訪青少年 第一次到西門町是幾歲 現在位於西門町 Let's go 比較可以做一些 胡鬧的事情 就是可以跟他們一起 嘻哈打鬧 可是下來的時候 比較嚴肅一點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熱情 父母來是因為 就是會覺得 沒有自由 然後就覺得很無聊 跟他們掛了 就會被限制 跟家人來會比較 戰戰兢兢 然後不敢說自己想買什麼 想看什麼吧 跟同學來就比較自由 就是到哪裡都在亂尖叫 西門町的什麼 會讓你尖叫 帥哥吧 那他們當時的反應是什麼 是說 不要來這種 這麼多人的地方 然後會不好講 那你心裡想的是什麼 你會覺得其實很安全 還是怎樣的嗎 就是跟朋友一起出來 就覺得還好吧 然後是跟朋友啊 有沒有是跟誰這樣 又不是自己跟出來 有 因為他覺得西門町這邊 比較亂 然後就不太讓我來 因為他說只有幾個女生 這樣不安全 那最後是 怎麼可以來這邊 就跟他協調 說我很安全 然後到什麼地方都會跟他講 大概跟他報告一下 剛剛你父母也說很亂嘛 然後自己也覺得很亂 那你是怎麼克服這些困難的 就是 找多一點的人一起來逛 然後盡量不要去很危險 或是人比較少 或是陰暗的地方這樣子 剛才我們看了一段影片 就是兩位小記者去西門町 問大家第一次 什麼時候到西門町 當然不是跟父母 就跟著朋友一起去 有自己去過西門町的請舉手 跟朋友 來 我有去過兩次 一次是跟國小同學 跟國小同學 然後我跟我爸講 然後我爸就說 如果你媽跟你去的話就OK 然後我媽還帶我們 有自己跟朋友去過的嗎 有 就國中 好像是國二吧 那為什麼可以了 我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跟他講說 我去同學家 我教你怎麼說 就是我騙他 差不多 OK 其實我跟同學出去都是蠻自由的 就是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然後每次去西門町的時候 都還蠻蠻父母去的 然後就有一次回去 我被發現說我去西門町 然後就被罵得很慘 我第一次去跟同學去西門町的時候 是大概小六吧 結果那時候我其實以為說他們應該會說 不行你還太小 但是我就 我爸就突然跟我講說 可以啊可以去啊 只是 你要在什麼 就是跟 跟他講一個時間 然後在那個時間前回到家就好 然後就從那一次以後 我就發現我爸好像越管我 越管越鬆這樣 OK 因為他覺得你好像自主能力 也還蠻安全的 都可以把自己照顧好 所以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來我們看了西門町這個例子 我們今天最後一個題目 我們一起來有搶news talk 唉唷 最多的是條件交換 跟算了吧 等我十八歲好了長大 我是選用行動證明 來 在我們家要取得行動的自由 其實很簡單 就是 你只要把你的行程表排出來 然後你要和誰出去 然後哪個時間要做什麼就可以了 只是我覺得 有一點就是有點煩 就是每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就要用line或者是簡訊跟爸媽講一次 那個張醫生要補充 因為剛剛她有說到她要報備這件事情 其實我就是這樣子報備的 你是被要求要全身報備 其實剛開始起初媽媽有說過 要報備這件事情 然後同學都會說 嗯 因為我是連放學 我是放學是自己回家的人 我要搭公車 然後同學就說 欸你怎麼每天都要打電話 我就說 然後跟我媽報備啊 然後 然後因為 然後那同學說 欸你媽這樣管很嚴欸 我就 因為我可能跟她比較好 所以我講話比較難聽 我就說 啊你被抓走 啊你媽怎麼找你我問你啊 然後就是 就是其實我覺得媽媽 報備這件事情是一定要 因為畢竟你到一個那麼遠的地方去 媽媽他們沒有辦法隨時看著你 所以說我覺得報備你到哪個定點 要是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他們也有一個好噪音去找你啊 真的是一個安全問題而已真的 誰是條件交換的 我很好奇 來 那個就會跟他交換說 假如是假日的話 要跟同學出去 然後呢他就會說 你功課要先寫完 才可以出去 就是 通常都是拿成績 就是來校牌辦牌做為交換 而且 好像每次都有效 然後 有達到的話 就 比如說我可以 就是 你可能給我什麼 可能給我一些錢啊 然後我可以繼續買 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就是金錢的自主權 你就有了 對 如果剛剛考完一次 你可以讓我拉長一點那樣 之類的 然後 而且 還要拉長 對啊 你看沒有意見 然後 而且經過我本人測試 一和二 我真的沒辦法 因為一 你跟他溝通 他就是說 就是 就是什麼都不是 就是借口 我身邊的同學 可能班上大概三十一個人 可能三分之二的班上的 都是 條件交換這個東西 而他們的父母都會很想要 自己的小孩成績變得很好 嗯哼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 其實條件交換這種東西 當然你可以交換很多 但是我不認為成績可以去交換什麼 嗯哼 那只是 今天我就是會比較會讀書 或是我就比較不會讀書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 就是什麼時候不能做 或是什麼時候可以做嘛 我覺得最 所以 是我這樣講 厭世型的答案 齁 就放棄等長大 誰可以分享 你是這個選項 就是 跟媽媽溝通是沒辦法的 所以我就會 那個 等他給我玩的時候 我就可以玩 玩什麼東西 也是手機嗎 對啊 OK 而且 他每次我說什麼 我說為什麼你可以一直玩 他就會說 等你四十歲 你就可以這樣 四十歲 四十歲 有一次 我去 我想要去西門町 然後 我爸爸的方面是 等你十八歲之後 我就不管你 然後 我媽媽的方面就是 你現在也太小了 等你高中 但我相信 高中之後他會說大學 大學之後他會說出社會 你沒有其他選擇 就 等長大 OK 也沒辦法 如果是 以前的我的話 我 如果他 剝奪到我的隱私權 或自主權 我就會 他會 跟他 argue 就是跟他 吵說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但是這樣 反而會讓自己 家庭變得很 不和樂 對 你不想要那個感覺 充斥在家裡面 對 所以現在我 如果遇到這種情況 就忍吧 就忍 會覺得 委屈嗎 委屈 當然 當下也是會啊 就是 可是就過去 而且我 會 去找朋友訴苦 只能講出來 好像就好一點了 OK 那 今天錄到現在 你有好一點了嗎 有 大家今天我們 談了兩個重要的主題 隱私權跟自主權 然後我們試過一些 不同的策略 真的今天在錄影的結果 跟你自己 以往的經驗相較 你們有沒有什麼心得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來 我們把麥克風給我 會飛 就是像 我以前 雖然我媽媽不會翻我書包 但是他會 就是有點 就是看我的聯絡簿 然後就說 明天你什麼帶了沒啊 來 第一點 明天考什麼國舞 第二點 明天要帶同軍藝 對 然後 所以我就 有跟他講過 所以他就沒有再講 然後就有一次 我就真的忘記帶東西了 所以 沒有 我現在要講這個的意思是說 就是其實 父母不提醒我們 讓我們自己去做 如果我們做錯了 有時候是一種學習 因為這樣子我們才記得住 我們才會知道說 喔 我犯錯了 那 我才知道 我下次不要再這樣做 可是父母一直提醒我們 其實我們並不會長大 各位小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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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